哈喽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讨论Formfy Chapter 4 Vectors 在这个视频 我会跟你们分享一些 简单的回答技巧 我相信你们一定可以跟到 我的脚步去写 如果你已经掌握了这些方法 你要拿满分不是问题 那么我们今天讨论的问题 都是往年SBM常发文的问题 当中包括了Colinear的Concept 如果你想要了解Colinear的Concept 而你也想要了解正确的写法 你一定要把这个视频看到最后 那我们话不多说 我们来看第一题 在我们还没回答题目之前 我这里要给你们一个劝告 就是要回答Vector的题目之前呢 你先确保题目所给你的资料 完整的标记在这个图案里面 就是每当你读了这些句子之后 你就直接标记在图案 了解吗 那我们现在来看题目 The diagram shows a triangle AOB 三角形 AOB Point P lies on OA And point Q lies on AB 什么意思 P在 OA的线上 Q是在AB的线上 The straight line BP intersects with the straight line OQ at point S 什么意思呢 BP这条线跟那个OQ这条线交叉在这个点叫做S Given that ratio OA to OP is 4 to 1 所以你看到这个是Ratial 你要了解那个OA是四个部分 OP是一个部分 那么我们要怎样子标记呢 我会这样子标记 OB是一个部分吗 是不是 你就标记在这边E 可以吗 然后剩下那个PA呢 我会标记3 这样你可能会问 为什么是标记3 不是标记那个4 你们要了解 O到A四个部分 从这个点到这个点有四个部分 刚才OP已经拿掉一个部分 剩余的PA只有三个部分 了解吗 OK 那我们继续读 AB读AQ是2对1 什么意思 就是AB两个部分 AQ一个部分 所以我们要这样子标记 跟刚才一样 AQ一个部分 所以我就标记 A到Q是一个部分 可以吗 那Q到B呢 你是要标记1还是2 答案是1 因为题目已经告诉你 A到B是两个部分 从这里到这里是两个部分 刚才A到Q是一个部分嘛 就是说Q到B也是一个部分 总共两个部分 那之后呢 那之后呢 你就把这个Vector OA等于8X标记在这里 8X 然后OB是6Y O到B是6Y 可以吗 好 现在我们已经把所有的资料 已经标记在这个图案里面了 那我们现在可以看A的题目 Express in terms of X and O Y Vector BP 什么意思呢 现在你要找Vector BP In terms of X and O Y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你最后的答案 可以是有X和Y 或者是只有X或者Y其中一个 OK 那么要找BP要这样子做 第一步是先画那个箭头 B到P嘛 你就画这个箭头 你要画一个也是可以的 所以我们是要从B出发到P 对不对 所以我们可以选择哪一条路 我们可以选择BOOP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写BP等于BO加OP 可以了解吗 那我要告诉你们 99%的学生呢 他们都会写这个步骤 去找这个BP 但是呢 如果你是用这个方法去写 你的那个步骤会比较长 其实有另外一个更快更简单的方法 去找这个BP 我不确定你们有没有在学校 学过这个Formula 你们只要记得 如果他给你们的那个图案呢 是用O作为参考点 你就可以用我这个快的方法去找BP了 这样子呢 我写在旁边 这个是A1 如果你要找BP呢 方法是这样子的 你可以直接写OP BP减掉OB OP减掉OB 从这里我要给你知道 你看到的这个B呢 就是叫左边的字母 对不对 然后你眼前看到的那个P呢 就是叫右边的字母 所以它的Formula是这样子的 O右边的那个字母 减掉O左边的那个字母 可以了解吗 BP等于OP减掉OB 只要你的图案是用O作为参考点的 你就可以用这个Formula 那么为什么BP可以写成这样子呢 其实你可以自己想一下 它的答案呢 是跟刚才你们用的这个方法是一样的 不要担心 这样为什么我说BP写成OP减掉OB 会比较简单呢 比起那个红色的会简单呢 因为呢 你们有没有发现到 一般上题目的那个资料呢 它都是用O作为开头的 就很像Vector OA 它是用O作为开头 Vector OB也是用O作为开头 有注意到吗 所以我这里直接写OP减掉OB 是比较方便的 就是我们可以直接代替那个OB进去里面 就可以去找我们的BP 如果你是用这个原本的方法 BO加OP呢 平常的你你怎么做 平常的你你是要把BO变成减OB 对不对 做下去减OB才能代替这个6Y嘛 就比较麻烦一点点 而且你用这个原本的方法 你是需要看图案的 BO加OP 如果我是用这个方法呢 是不用看图案也能回答的 就直接是O右边减掉O左边 就决定了 所以我要给你们一个总结 如果图案是用O作为参考点 我们要找一个factor的时候 就可以这么写O右边的字母 减掉O左边的字母 了解吗 那我们现在要找BP 我们需要准备这两个资料 OP跟OB 但是我们已经有那个OB了是不是 就是6Y 我们签的就是OP 了解吗 那么我们要这样子找OP呢 其实很简单 我可以这样子写OP等于四分之一OA 那我写了这一步之后 我相信你一定会问为什么 为什么是这样子呢 为什么我没有学过这样的东西呢 那听好来哦 这个OP跟OA嘛 你看图案 O到P是一个部分 O到A是四个部分 OP是OA的其中一个部分 对不对 所以我就可以这样子写OP等于一百四OA 要怎样子快速写这个format出来呢 你只需要这样子记得 上面的号码是给左边的vector的那个部分 下面那个号码呢 是指右边的vector拥有几个部分 所以vectorOA是四个部分 了解吗 所以你们要记得这个battern OP等于一百四OA 为什么要这样子写 很方便呢 因为呢我们已经有O到A了嘛 就是8X 我们只需要把8X填入里面 就可以找vectorOP so OP等于一百四过弧8X 乘起来会得到2X 这个是OP的答案 那现在OP有了 OB也有了 是不是可以找这个BP 所以我重复写这个东西 BP等于OP减掉OB so你的OP是2X OB是6Y 这样你就找到vector BP了 可以吗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A2 你要找vectorOQ 如果你的题目是用O作为开头 你就不能用这个方法了 刚才我们可以使用是因为 我们要找的是VP 没有O的那个字母嘛 所以我们可以写OP减掉OB 那你现在要找OQ怎么办 你只能用原本的方法 O到Q你就画这个箭头 之后呢你就问自己 我需要通过什么路 才能O去Q 我们可以选择O到B B到Q 或者是可以O到A A到Q 这里我会选择O到A 然后A到Q 这两条路可以吗 那接下来问自己 你有OA吗 有8X 你有AQ吗 没有 没有的话我们就要找 那么我们要讲词找这个AQ咧 其实它的方法很简单嘛 就是AQ呢 是AB的一个部分嘛 就是我们可以写AQ等于120AB 跟刚才的方法一样 上面的号码是给左边vector的部分 下面的号码是给右边vector的部分 整条是有两个部分嘛 所以我会写120咯 了解吗 那么你要想一下 我们到底有没有AB 目前我们是没有AHB对不对 那我们一定要先找AB先 找了AB才能找这个AQ 找到了AQ才能找OQ 了解到吗 所以我们现在就去找AB 这样AB的话可以用我的方法吗 可以 可以 你可以写OB减掉OA 看到没有比较快 6Y减掉8X 所以你就顺利拿到AB了 当你找到AB了之后 就可以写这个AQ等于120AB 然后你只需要把这个填进来 之后呢你就打开这个锅弧 2分之1乘6 3Y 2分之1乘8 减4X 这个是AQ 还没有结束哦 你要的是O去Q 所以如果要O到Q呢 就是OA加AQ 然后你就把你的OA填进来 OA是8X AQ是3Y-4X 所以8X-4X 会得到4X加3Y 这个是OQ的答案 可以吗 不会难哦 如果没有问题我们来看B By usingOS equal to HOQ And BS equal to KBP Where H and K are constants Find the value of H and of K 现在我们是要找这个H 还有这个K的价值 首先你要明白 它给你的资料是什么样的format OS等于HOQ嘛 代表着什么 代表着VectorOS 是H被VectorOQ 然后你会注意到 这两个Vector呢 它们有共同点 那就是O OK 这个东西叫做Common Point 所以每次你看到一个Vector呢 是另外一个Vector的几倍 然后又看到Common Point的话 代表着OS还有Q呢 是Collinear 你可以看到OS和Q 是在同条线上 这个也被称为Collinear 同样的题目给你BS等于KBP 你可以看到BS呢 是K倍BP K倍就是几倍的意思啦 然后你会注意到 这两个Vector呢 都有Common Point 那就是B 代表着什么 代表着BSP是Collinear 你可以看图案 BSP是在同一条线上 被称为Collinear 那么我们现在问题是 要怎样找这个H还有K呢 所以这里老师要给你们一个方法 很简单罢了 那就是把这两个Vector呢 弄成一样的Vector 你现在可以看见这两个Vector是不同 一个是OS 一个是BS 你需要换它们其中一个 直到你看到它们是一样的 了解吗 目前这里已经有OS了 不如我们尝试一下 把这个BS呢 想办法变成OS 一旦你知道它是OS等于多少的时候呢 就可以跟这个原本的这个OS呢 比较 OK Comparison 所以你们记得 每次看到题目是这种Format的话呢 就是要尝试把它们变成一样的Vector 可以吗 那我们现在就从 OS等于HOQ开始做 我写在下面 你就问这几个问题 OQ有没有 OQ有是不是 刚才我们已经找了 4X加3Y 我们就填进来 之后呢你就承诺 4HX 3HY 这个是第一个VectorOS 我刚才讲了我们需要准备两个OS 第一个在这边 那第二个是要从BS那边的 所以我写在下面 之后呢我要跟你们讲是这样子做下去的 左边 右边 那么你就问自己 BS要怎样关系到OS呢 有没有办法 其实你没有看图案也没有关系 就有些人他是一定要看图案的 BS这样子 但是我告诉你我不需要看图案也能回答 怎样呢 就要用我刚才我教你们的方法 OR 右边的字母 剪掉OR 左边的字母 是不是很方便 然后你可以注意到我们这里有OS了 就是我们要的东西 明白吗 那么右边呢我们就要把那个刚才我们找过的BP填进来 BP是什么 2X-6Y 所以我们就可以写 等于 K过乎2X-6Y 了解吗 那之后呢我们需要把OB填进来 OB是多少 6Y 6Y 所以我写进来 OB OB 减掉6Y 右边你就expand它咯 2KX-6KY 之后呢我们把这个减6Y移过去右边 OS等于2KX 这个6Y-6KY 可以吗 那之后呢为了让它看起来更整齐 这个有Vector Y 这个有Vector Y 我们就Factorize OS等于2KX 加 这样子 Y在外面 里面呢就写6-6K 可以看到吗 这个是我们的第二个OS 所以我们目前有几个OS 一个两个 那我相信到这里你们应该明白一些东西了 为什么我们需要去找两个OS 原因是因为 他们这两个Vector呢是一样的东西嘛 既然是一样的东西 代表着我们可以比较 所以在你比较之前呢我建议这样子写 Substitute 1 into do 就是你把这个东西 代替进来这个OS 所以我可以写 4HX加3HY 那么右边呢你就照抄 那么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用比较的方法 因为这个左边的东西是跟右边的东西是一样的 我们可以比较 比较那个Vector X的前面的号码就是Coefficient 所以X的前面是4H X的前面是2K 就是说4H是跟2K是一样的 那之后呢你有3H在那个Y的前面 你有6-6K是在Y的前面 所以这两个摆设是一样的了解吗 我就可以写4H等于2K 走2移过去 2H等于K K等于2H 了解吗 这个是第三个Equation 那第四个呢 3H等于6-6K 这个是第四个Equation 所以你们应该知道想去找K跟H了 对不对 我们会代替3号进去4号 所以会得到什么 3H等于6-6过弧2H Simplify它 3H6-12H 把这个移过去左边 15H等于6 H等于多少 你就按你的计算机咯 6除15 所以答案是2不5 当你找到了H 你可以去找你的K from3 你的K等于2乘2不5 K等于4不5 那我们找到HK了 我写一个总结 H是2不5 K是4不5 可以吗 那么要如何确保这两个答案是100%正确呢 能检查吗 当然是能 OK我会教你怎样检查 那么之后呢你们就会有100%的信心 所以方法是什么 我们把这个2不5 还有那个4不5 填回去原本的地方 所以原本的地方是在这里 OS等于25 OQ 可以吗 H是25 然后那个2不5 然后那个K是4不5 然后那个K呢是4不5 3个部分 这样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OS呢是短过SQ的 所以如果是2对3呢 正常吗 正常 所以从这里呢你就要对自己有信心 2不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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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P 你要知道B 你要知道Bs呢 4个部分 BP 5个部分 B到S 4个部分 B到P 5个部分 也就是说S到P是一个部分 从这里你可以看到Bs是长过SQ的 所以4对1是正常吗 正常 所以从这里你就要有信心 4不5 很大机会是正确的 了解没有 那如果没有疑问 我们就来看C的题目 疑问That magnitude X等于2units 还有Magnitude Y等于3units Angle AOB等于90度 So AOB是90度 你就Label进去 Find magnitude AB A到B的那个Magnitude Magnitude就是长度 A到B的长度是多少 那么你们看到90度呢 就要想到什么 Bitagoras theorem 你要找这个最长的长度 Magnitude 你必须要去stand by这个两个短的那个长度 了解吗 那么这样子找呢 你可以把OA等于8X写下来先 我写在这里 OA等于8X 这个是Vector的名字嘛 你要找Magnitude呢 就是找OA的Magnitude 你就需要写的符号 Magnitude OA等于Magnitude 8X 了解吗 那么之后呢 你们有学过是不是 把这个bar呢写在外面 8乘Magnitude X 为什么要拿去外面 因为他已经跟你讲 因为他已经跟你讲Magnitude X是2unit 所以你就可以填进来 所以你会得到16unit 这个是OA的Magnitude 就是它的长度 第二条OB OB是6Y 同样的 同样的 你要找Magnitude 你就写它符号 之后呢 你把那个6移去外面 过后你就看到Magnitude Y是3嘛 你又写6乘3 答案就是18unit 那目前你已经有这两条短的那个长度 16跟18 可以吗 16跟18 这样我们现在可以去找这个了没有 可以对不对 所以我就可以抄题目 Magnitude A B 等于什么 Square root 16Square 加18Square 之后呢就交给计算机 Square root 16Square 加18Square 你会得到580 那最后呢你就按Square root580 所以答案是24.08 你给两个小数位 这个就是Magnitude A B 有疑问吗 我相信应该没有 只要你们可以跟着我脚步去写 一定没有问题 那我们现在来看下一题 好 现在我们来看这个第二题 在我们读题目之前呢 我再提醒你们多一次 等下我们读的每一句话呢 一定要标记在这个图案里面 把所有资料都放在里面 明白吗 现在我们就来看题目 The diagram shows a paragraph ABCD 所以它是跟你讲 ABCD是paragram 你看到paragram就要想到什么 就是对面的跟对面的是平行线 对面的跟对面是平行线 了解吗 然后长度是一样的 就是BC跟AD一样 然后AB跟DC是一样 然后你们需要知道 Vector BC跟Vector AD是一模一样 Vector DC跟Vector AB是一样的 了解吗 那接下来他给我们什么呢 PointP lies on the straight line AB E是在AB的线上 PointQ lies on the straight line DC Q是在DC的线上 The straight line AQ is produced to point R 什么意思叫produce呢 AQ加长到R去 了解吗 然后他告诉你AQ等于2QR 你看到这个format呢 其实可以写成AQ等于201QR 那为什么我要写成这样呢 主要就是用回刚才的方法 让你知道上面的号码是告诉你AQ有几个部分 下面的号码是告诉你QR有几个部分 那你可以直接标记A到Q两个部分 Q到R一个部分 了解吗 那么之后呢 他给你AP对PV是三对E AP在这里 PV在这里 所以他直接跟你讲是三对E 你就直接标记3E 然后DQ对QC是三对E DQ在这边 QC在这边 OK 所以也是一样是三个部分 一个部分 然后他给你Vector AP是6U AD是V 所以你就标记在这个图案里面 AP是6U我写在这里 然后AD是V 那么我们现在已经成功把全部资料填入那个图案里面了 我们就可以回答A的题目 Express in terms of U and V 就是你要找Vector AQ 那么我们要找Vector AQ 就要做么 标记在那个图案里面 A去Q嘛 我就标记在这里 可以吗 那么我们要从A去Q 我们需要用哪条道路呢 我们需要用到A去D 然后D去Q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写AQ等于AD加那个DQ 那我不会先把这个东西写在我的答案子上 因为我正在计划中 看看我到底能不能找这个AQ 所以你就要问自己 你有没有AD 有没有DQ 所以其实这个AD呢 已经有了 就是这个Vector V 你还签的就是D去Q这一段 了解吗 所以我们现在重点是要有DQ 有了DQ就可以找AQ DQ是三个部分 QC是一个部分 你有注意到下面也是三个部分一个部分吗 所以从这里你要明白D去Q呢 其实是跟A去P是一样的东西来的 也就是讲它是6U 所以我可以写在旁边 我现在可以写DQ等于AP 对吗 也就是6U 这个是Vector DQ 当你有Vector DQ了 我们就可以找AQ了 因为AD已经有了 对不对 所以我可以写AQ等于AD加DQ AD是V填进来 DQ是6U填进来 那么我们就找到AQ 如果没问题 我们来看A2 你要找Vector PC 那你这个要自己连接咯 用你的词连接B跟C 那我们现在要找PC呢 同样问自己 你需要经过什么路 所以很明显是要经过P去B 然后B去C 了解吗 我们会用这两条路 比较方便嘛 那接下来问自己 这两条路有没有PB有吗 BC有吗 BC其实不会难 因为我刚才有讲过 BC呢是跟这个AD是一模一样的 待会我们可以写BC等于Vector V 只是那个PB呢你要去找出来 怎么样子找呢 我们可以这样子写 PB等于多少 因为PB是一个部分 然后AP呢是三个部分 你们要记得那个上面那个E呢 是给左边Vector的那个几个部分 那么下面的号码呢是给右边Vector的几个部分 所以你要知道AP是三个部分 那你写了之后你就可以把你的6U填进来这个AP里面 所以我可以写1%乘6U 答案是2U 可以吗 那你找到PB了 BC你也可以写下来 BC就是Vector V 因为它是跟那个A到底是一样的 那你现在这两个已经有了 我们是不是可以写PC了 PC等于什么 PB加BC 之后呢你只需要把这个两个填进来 2U加V 终于拿到PC了 可以吗 如果没问题我们来看接下来的题目 Hence show that the points PC and R are collinear 什么意思 我们现在是要证明这三个点呢是collinear 所以每当你们看到collinear不要怕 它只是表达这三个点是在同一条线上 你可以看图案 我们现在是要证明P C还有R是在同一条线上 我连接起来 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实它是在同一条线上的 你要证明 OK 不是通过画 你是要通过算出来给大家看 它们是在同一条线上 刚才在第一题我提到 如何知道三个点是否collinear 要得到什么样的format才叫做collinear 当你能证明到其中一个vector 是另外一个vector的几倍 然后你会发现到那两个vector呢 都会有共同点common point 你才可以讲它们是collinear 怎样子讲呢 我这里打个比方 我们需要证明到pr pr是这整条 pr是k倍pc 我们只要能证明到pr呢 是几倍pc 这样的format 你就可以讲这三个点是collinear 你会注意到它会有一个那个共同点就是p 看到吗 左边的vector和右边的vector都会有共同点p 或者是你可以证明pc等于hpr 就是说你可以证明这个短的这条是几倍这个长的这条 都可以 只要你能拿到这样的format 然后你看到有common point 你就可以讲这三个点是collinear 了解吗 除了这两个之外当然有很多其他选择 我给你比方cr等于kpc 什么意思 只要你可以证明到cr呢是几倍pc 或者是那个pc是几倍cr 就是我倒反 只要你能证明到这样的话 代表是collinear 你会注意到有common point c看到吗 右或者是你可以证明什么 你可以证明pr是几倍cr 我写下来 pr是几倍cr 或者是你可以证明cr是几倍那个pr 了解吗 几倍咯 只要你能拿到这样的format 就代表着他们是collinear 因为这些都会有common point r了解没有 所以等下你们会注意到我们最后一个步骤呢 一定会拿到这六个其中一个 但是在那之前呢你需要知道你是要选哪一个vector跟哪一个vector 因为我们这边有很多个选择嘛 所以我告诉你们我会选择第一个的那个batter 就是有vectorpr跟pc 原因是在于刚才我们已经找了pc有注意到吗 通常要问你这个东西是有关系到上面的部分的 所以我们只需要去找什么只需要去找pr想办法去找pr ok 你找到pr了等下你一定会看到pr是几倍pc的了解吗 所以pr你需要通过什么路 pr你需要通过pr ha然后hr对不对pa加ar 现在我们这个只是在计划罢了了解吗 你就问自己咯哪一个有pa可以吗 其实是可以的 因为他有给你ap嘛 等下找pa不会难 但是hr能找吗 hr是还没有了 我们要去找出来 hr呢如果你要找哦 我们可以这样子写 ar等于多少 hr是三个部分嘛 302aq 刚才我已经跟你讲了 这个3是给ar的整条 2是给aq的 为什么我要选aq 因为aq刚刚已经找过了吗 所以我可以通过aq去找ar 当你找到ar了 就可以找pr 所以我写在下面去找ar 可以吗 所以我可以写ar等于302aq 302过乎什么呢 你把你的aq填进来v加6u 之后呢你就沉进去302v 然后302乘6就是9u 这个是vectorar 这个是vectorar 你找到了ar之后 我们就可以写这个关系 pr等于pa加ar 那之后呢你需要做么 把这个pa呢写成-ap 原因是因为你有的是ap 就是6u你没有pa 所以我这样子写 然后ar我照抄 那之后你就把你的6u填进来 -6u加这个302v加9u -6u加9u就是3u加302v 这个是你的pr 了解吗 那现在我们已经成功找到pr了 刚才我们要用的是pc 对不对 我们就顺便把这个pc写下来这边 比较方便看pc等于2u加v 了解吗 那我们现在到了这个地步 我相信有很多学生呢都会很急着要去写这个东西 我写给你们看pr等于kpc 就是我看在上面写给你们看的这个format 你觉得可以写吗 答案是不可以 不可以写这个format 为什么不可以 因为一旦你已经写了这个format呢 代表着你已经承认那三个点是collineal 现在你要了解题目的意思 题目是要你做么 so that the points are collineal 你要证明这三个点是collineal 你要明白它的意思 就是说在你证明之前呢 你是不可以写这个format的 这个format可以写是当你确定它们是collineal 你才可以写 所以你们要分辨 so that的题目跟given that是不同的 given that是告诉你它给你是collineal 如果给你呢你是可以写 但是叫你证明呢你是不可以写的 这样子这个东西是几时才可以写 是在最后 最后才会发现到这个format 当你看到这个format 你才可以说它们是collineal 了解吗 所以我们现在是要从哪里做起呢 看回去刚才我们的pr跟pc 那么在这里呢我要跟你们分享一个技巧 你注意一下这个pr跟pc 哪一个看起来比较复杂 pr对不对 因为有这个分数 所以一般上呢我都会从那个pr开始做的 我从超一遍 3u加302v 然后我们会一直这样做下去 怎么样子做 你可以选择factorize factorize这个302出来 302过弧 如果你不是很灰的 你可以按计算机 怎样子按 你可以按这个3除302 代表着302乘2u 会得到3u 对不对 对啦 你可以乘起来是得到3u的 这样另一方面呢 302乘什么 会得到这个 乘v 那么做到这里呢 你会发现到一样事情 就是这个2u加v呢 好像在那里见过 就是在这里 对不对 它是谁 它是pc来的 也就是这样我们可以把pc填入这里 了解吗 我就可以写302pc 那么你们会发现到 诶 这个已经就是colinear的format了哦 pr是302pc 恭喜你已经证明到了 所以从这里你会发现到 这个format是出现在最后的 不是一开始就要写这个步骤 但是你做到这里你要写什么 写一个总结 总结怎么写 我教你写 你可以这么写 pr is a scalar multiple of pc 你讲pr是几倍pc where 所以是common point p是common point对不对 左边跟右边的vector都有p p is a common point 所以你就讲 所以你就讲 因词 那个 points p cnr 那三个点 r colinear ok 如果你能这样子写 那么就是非常完美 拿到了这个东西 拿到了这个东西 没有结束 你要写这个总结 你要提到它是scalar multiple 然后你要提到它是common point 你才讲它是colinear 你这样子写 老师看了都会惊讶 因为你能写到这么完美 如果没问题 我们就来看part b given that vector u等于3i vector v等于2i加5j express pc in terms of i and j 诶 刚才不是找了pc吗 pc是那个2u加v嘛 所以我们就先把那个pc写下来 之后呢你只需要把它给你那个u跟v的那个东西填进来 2乘3i加2i加5j 然后你就expand它 6i加2i加5j simplify它 6i加2i就是8i加5j 这个就是vector pc 这样part 2呢 find the univector in the direction of pc 就是在那个pc的那个vector的方向 你要去找univector 所以你们要了解univector的formula 它的formula是这样子的 它的符号 vector r除以mg r 所以要这样子做呢 首先你要知道你的pc呢 就很像这个vector r这样子 所以我这样子写会比较方便你 我写let let那个vector r 等于pc 我们的r就是这个pc so我们的r就是8i加5j 那么你要找univector 一定要去准备那个mg r 所以我们就去找咯 mg r怎样子找呢 square root 就是8square加5square 你只需要拿i的前面 还有j的前面square加起来不了 然后之后呢你可以按你的计算机 8square加5square 所以你会得到89 因为它不是perfect square 所以你就这样子保留 不要放小数点 你现在已经有vector r 还有那个mg r 这样我们是不是可以找univector了嘞 univector 你就先写formula 之后代替进来 8i加5j 除square root89 可以吗 那之后呢 你要分开那个i跟j 8除square root89i 加5除square root89j 这个就是你的univector 了解吗 不一难是不是 所以我希望这个影片有帮到你们很多 也谢谢你们可以观看到这一秒 那么今天我们就讨论到这里 好 今天我们就讨论到这里 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很有帮助 给个like 还有share出去给朋友 让他们知道 还有别忘了subscribe我的频道 以便可以得到最新的视频 如果你们有什么疑问 或是有什么课题想要我为你们讨论的 可以在下面留言 我会尽快回复你们 帮助你们 那我们下个影片见 拜拜